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午安 近期以來 內地多個省市都發生了 程度不一的這個陰離天氣的現象 對於廣大的居民的生活 是造成了這個影響 普遍認為這個廣泛的陰離現象 與缺乏足夠的環境和生態的保護 是不無關係的 本月十一日 即是上週 上個星期三 本澳的空氣質量是不好的 不良 路邊監測站更介乎190至220 達到不良至非常不良水平 氣象局表示 因為當日是吹這個北風 空氣質量和內地的霧離天氣 是有一定的相關 由此可見環境保護涉及全人類的共同福祉 任何國家或者地區 根本是難以獨善其身 需要做好自身的環保職責 而我們澳門自身 亦應該引以為鑑 真正做好全盤的環保規劃 為環保和生態出自己的一分力 環保是一個大的課題 一篇議程前發言是沒有辦法進述的 所以我今天將會從這個政策的目標 執法的架構 政策的措施完善和執行等等的角度入手 並提出自己的一些具體的看法 做在1991年制定的環保干擾法 指出環境政策的目的是適當利用自然資源 從而確保其使用 以及正如澳門環境保護規劃 2010至2020中所指 構建低碳澳門共創綠色生活 是澳門環境保護規劃的願景 環境保護目的在於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在一定的程度上環保就是指低消耗 清潔消耗的代名詞 因此能源政策 必然是和環保政策是彼此難以分割 從架構對應政策合理性而言 譬如鄰近地區的環保部門 就一併管轄能源政策 因此我想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當前本土的環境保護和能源政策 分屬兩個部門管轄 是否恰當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環境立法嚴重滯後 環境干擾法制定是1991年 至今已經超過22年 其滯後性不言而喻 急需要檢討和修訂 其中不少的條文 尤其是義務和責任的條款 都未能夠予以落實 除此之外有關環保的立法 回歸以來我們也未見有加以完善 除了定定一般的環保標準 如汽車排放尾氣的排放標準之外 更應該進一步清晰當局私人 對於環保的義務 明確破壞環境所應承擔的責任 健全環保的法制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環保政策措施的具體內容 上個月發布的澳門環境狀況報告2011指出 多種的空氣污染物濃度 大氣污染物排放量 耗電量、收費用水量 沿岸水質評估指數等21項指指指標 以及2010年相比 均呈現不良好的趨勢 佔總體19項主要的環境指標共計 86項指指標約三分之一 若以環境干擾法第39條規定 在環境成分中優先者如下 空氣、水、人類聚居地和食品 在11年的環境報告指出 空氣和水均呈現不良好的趨勢 所以這個是值得深思的 澳門並非是一個工業城市 以常言而言 可以知道主要的空氣污染物來源之一 是在這個汽車、美氣的方面 當局雖然是成立了這個跨部門的小組 研究提升這個美氣排放標準 更出台環保車稅退稅政策 但是數據反映 環保車政策反而刺激 更能考慮遞進式徵稅方式 增加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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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多輛汽車的稅務負擔 真正控制車輛不合理的增長 此外其實澳門都是地域比較狹小 根本是難以承載大量的垃圾堆填 但是焚化更可能引致空氣的污染 綜觀現在世界各地區 不無都是積極探索和落實這個源頭減排 尤其是民居和生產的減排 但是澳門至今仍未見到有這個潛沾性的規劃 甚至連這個膠袋徵稅也是未見可以落實到 種種環保減排的政策措施 或多或少都是需要居民生活習慣的改變 予以配合 這個也是一個大勢所趨 當局難度不是應該更加進好這個落實環保政策的責任嗎 將環保減排的理念深入每一個居民嗎 最後就是關於這個環保減排 也是澳門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義務 是特區政府作為施政為民的職責所在 也是每一個社會成員應該盡的這個責任 當前澳門環保工作仍有代價強 政策措施需要完善 法制需要健全 執行環保政策的架構也都需要配合 相信只有多管齊下 才能夠更有效地做好這個環保減排的工作 靠建健康好持續的社會 謝謝